在这里我要培训新一代的童生小英雄 我的学院里面我觉得 有几个他们有这种问题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要不要高音 高音不是全部 真正的感受跟唱歌 其实就是要享受 这个才是最好的 今天没有晋级他并不是失败 他就只是一个小插曲 小经验让他们知道说 原来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的 就是可能我在我歌唱上面 我可能还要更加进步在一些方面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点亮他们这个小想法 然后让他们在歌唱的道路可以走得更远 我们就会说 我们爱上滑 我们一起去阿日光 耶